最佳男主角得獎的是 哎呦 你這樣 一起 听到自己得獎 王伯杰一臉不敢置信 以13票压倒性胜利 拿下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上台后情绪更是激动 15年前 我在台北电影节拿了最佳新人 现在我34岁了 我终于拿到了 电影一起不只得到最佳男主角 一共夺得五大奖 成为今年最大赢家 而才刚当完颁奖嘉宾的陆小芬 马上也拿下最佳女主角奖 吸引22年 一付出就夺大奖 陆小芬致辞 忍不住泪崩 我是很开心啊 不是很伤心 20年没有拍戏 能够拍了本日公修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拿这个奖 我真的很感恩 同样是电影本日公修 演员傅孟博打败劲敌 陈威明 薛士林拿下最佳男配角奖 最佳女配角则是颁给杨丽英 她去年也是以电影 一家子儿咕咕叫 入围金中奖 最佳女配角 却跟奖杯擦身而过 这回终于得奖 得奖感言 不忘感谢恩师李国修 而今年台北电影节 最佳剧情长片 是原著民族部落片 哈勇家拿下 剧情描述乡长选举 带出部落和家族争议 从入围名单中脱颖而出 金新闻众人报道 下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